接下来的东西叫做化合物的形成,就是化合物 化合物就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以一定的组成所结合成新物质 这个动作我们称之为化合 产生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化合物 比如说氢跟氧结合变成水 氧跟氧结合成氧化氧 这叫做所谓的化合物 我们以前有带过了 我们说过存物质是有一定的组成 当时跟你讲什么叫做一定的组成 就是构成的原子或者构成的元素 它有种类、树木、排列方式固定、确定 一定的种类、一定的树木、一定的排列方式 如果有相同种类、相同树木、相同排列方式就称为相同的化合物 其中有一个不一样就称为不一样的化合物 所以两种或两种以上 所以要两种喔 氢跟氢放在一起 这个不叫化合喔 叫氢跟氧的还叫做化合 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以硬的组成相结合 这个动作称之为化合 那么结合出来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化合物 那么化合物是由元素组成的 但通常化合物的性质 跟它组成元素的性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氢有可燃性 氧有助燃性 氢跟氧结合出来的水 既没有可燃性也没有助燃性 也没有助燃性 比如说钠会跟水作用 我们后面会交到 钠会跟水剧烈作用 我们也会代照说氯气有毒 可是呢 氯跟钠结合的氯化是盐巴 盐巴就到水里面不会哗哗哗哗泡 有剧烈作用 盐巴也没有毒 基本上没有毒 所以呢 性质是不同的 所以了解化合物由元素构成 但构成化合物之后 它的性质会改变 化合物的性质经常都跟它组成元素的性质不一样 我们有两个定律 一个叫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就是说 组成化合物的成分元素间 质量为定值 这很正常嘛 我化合物是有一定的组成 一定是两个氢加一个氧变成水 既然大家都是两个氢跟一个氧 所以水里面氢跟氧的比例就怎样固定 这样你就会固定 所以呢 叫做定比定律 比如说二氧化三中碳跟氧是3比上8 水中氢跟氧是1比上8 那这个未来三年级的时候会要背7比2 1比8 这个未来三年级在交电解的时候会需要背它 OK 这就是定律 这非常正常 因为我有一定的组成 我里面的东西都固定这么多 所以我当然只要比就会固定嘛 所以要说定比定律 虽然定律现在不太交了 但是我希望你还是知道 叫做背比定律 这如果很啰嗦 两种以上的元素构成两种以上的化合物 其中一个元素固定的时候 另外一个元素会成简单整数比 你就记得背 背就是加背 就是两个 所以要有两种以上元素 要构成 对不起 两种元素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我刚才稍微讲错 是两种元素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一个固定 另外一个成简单整数比 比如说我们的碳跟氧 它会构成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有个一氧化碳 有一个二氧化碳 那如果我的碳固定 我的碳如果是固定的 氧就会有一个简单整数比 一比二 那如果呢 我的是氧固定 如果我氧一样多 都要有两个氧 都要有两个氧 那碳就有一个简单整数 也叫做二比一 二比一 我只要几个元素 两个元素 两个元素 然后这个当然也不行 因为它是不是同样两个元素 不是 不是 这个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它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谁能够解释 背比定律 两个元素 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可以来解释 什么叫做背比定律 这个现在不太教了 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能够理解 能够知道 就是跟各位解释 定比定律跟背比定律 告诉你什么叫做化合 什么叫做化合物 OK